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他的父親給他十個叮鈴 然后他结婚后不久 他的公公 他的公公是叫做 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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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公公是 他們公婆一家是姓裸體外道 裸體外道其實是齊納教 我們有時候叫做 我們叫做尼建子 六四外道裡面有一個尼建子 後來叫做齊納教 尼建子 他的教主也叫大雄 齊納教跟佛教其實非常像 就是說他的教育比較相見 他的公公 印度到現在還是都非常的尊敬齊納教 所有的宗教 包括佛教 在印度都滅亡了 齊納教都還一直存在 這也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們兩千年檢跟兩千年後的修行方式還是一樣 還是苦行 到現在印度還有 各式各樣的苦行 而且兩千多年來都沒有滅掉 其他的公公米茄羅 他在他們結婚不久 可能是為了祝福 他就請尼建子的出家眾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只有男眾的出家眾 都是裸體的 齊納教有一條戒律 那麼叫做無所有 無所有就是不擁有一切 甚至連衣服都沒有 通常如果有的話就是一個拐杖而已 那他們修苦行都是在一個地方 然後有時候好幾年才出來一次 也有這樣的 就有點像閉關這樣 那因為他們能夠修苦行 他們也有很多有一些有神通 很受當時的人的尊敬 很多人其實就是齊納教基本上有很多的信徒 那他的公公也是姓齊納教 那他們結婚不久 可能是為了祝福 就請齊納教的出家人來應供 來供養 那供養 他這個 這個辟舍區他以為 因為他的公公跟他講 這些人都是阿羅漢 他今天有請阿羅漢來應供 他聽到是阿羅漢來應供 以為是佛弟子 他以為是佛弟子就很高興 結果看見這個裸體的 這個尼建子的這些出家人 他 看見這個是尼建子的出家人 而且那些尼建子的出家人 對佛教都是 都是有一點點沒有善意 然後也對他們很沒有禮貌 所以他就沒有招待他們 就是後來他就沒招待他們 沒招待他們 因為這些都是他的公公公婆都是這個 尼建子外道的這個信徒 就是他師父 然後他師父就後來就知道 因為他邀請他來應供 讓他媳婦招待 所以他媳婦看見這個尼建子的出家人 也很傲慢沒有禮貌 所以後來就沒有招待他們 然後他的公公知道了這件事 就是這些裸體外道 這些出家人 他們也是出家的 然後就跟這個 就是喝責他的公公米切羅 然後他的公公就也沒辦法 就一直跟他道歉安撫他們 然後就是發生了過這一件事 有一天 就是稍微前面有這個姻緣 那有一天 那這個有一個出家人 就是佛陀的弟子 那麼拖波 因為他就在齊遠金色附近而已 經過這個 經過他們的家 那他的公公都沒有 就是正在那邊吃東西 但是他經過他家跟他化言拖波 然後公公沒有要給他 然後他看到了就趕快去跟那個 因為他在那邊站很久 然後都沒有給他 那好像就是不要給他 但是他以為會給他 就站在一起在那邊等待 但是這個 這個辟舍區他 他看到了知道他的公公 並沒有意願要布施 然後因為他公公在那邊吃東西 吃的是很好的東西 然後這個 這個辟舍區馬上就走過去 因為他非常的尊敬佛教的出家人 然後他就馬上走過去跟那個法師說 尊者 尊稱他尊者 我公公吃的是不新鮮的食物 我們不要在這邊拖波 尊者請到其他地方拖波 那他公公聽到了就非常生氣 那麼 那個辟舍區其實有解釋 他說他為什麼說他公公吃的是不新鮮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公公今天能夠過了這麼好的日子 其實是因為過去的善業 過去的福報 但是他這一生不曉得 要在真正的福田下 在種 以這個善業在種福 就真正的福田他沒看到了 那麼他都把種子下在那種比較沒有 不是真正的福田上面 所以他今天的福報其實是他 然後他過去中的善業來的 布施來的 那麼他這一生如果沒有學位 就是要把這個 把這個種子下在這個福田上面 就是那未來生他可能就比較沒有福報 所以他享用的是他過去生的福報 所以這個叫做不新鮮 不是新鮮的 他吃的是不新鮮的食物 尊者我們不要 我們就是說 請尊者到其他的地方去 去託播 但是他的公公聽到就覺得說 因為其實這個也 這個因為他信的是奇納教的信徒 他又不信佛教的信徒 喬達摩的信徒他又不信 所以他就不會給他 當然就是這樣 他的公公聽到他這樣講就非常生氣 所以他就要把他趕回娘家就是了 那這個 這個辟舍區 因為他也是 他也是有個性的人 他說他後來就真的要回娘家 他自己要回娘家 那麼就告訴他的丈夫 然後但是後來就是 就是後來又 他丈夫又跟他父親說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說 他的不是他的父親 他的那個公公說 然後公公也知道說 因為他 因為他嫁到他們家之後 非常有用功 不是用功 就是非常的用心 把家庭啊大小啊都整理到很好 你看他爸爸給他那種十種叮鈴 晚上睡覺要顧好門川 要看僕人有沒有盡責 要服侍公婆 他都做到了 他都做到了 其實也做得很好 也難得找到這樣的媳婦了 然後也照顧先生照顧得很好 所以後來他公公 因為這件事就要把他趕回去 要把他離掉 把他趕回去 然後他本來也想走了 後來他公公也知道錯了 就跟他道歉 然後他就跟他公公提出一個 就是說 好 那我要 那要我不回去可以 有一個條件 就是什麼 你要請佛陀的地址來應貢 就是說 他們就是因為 第一個 你不請佛地址 因為他們認為那些外道才是阿羅漢 但是畢舍區認為 真正的阿羅漢在 佛陀的地址當中 那些外道是不能震得阿羅漢的 他不是真正的福田 那他認為 他就覺得說 好 那如果我不回去可以 但是就是我要請 我要請佛陀的 我要請佛陀的地址來應貢 如果你答應了 那我就不回家了 那他的公公沒辦法 就好 那就答應了 那答應了他的公公當然 他是信那個 齊納教的 就是尼建子的 他就去跟他的師父說 是我的師父 也講了這件事 他要請喬達摩 喬達摩就是佛陀 外道都講喬達摩 喬達摩 請喬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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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佛陀本身來應貢 佛陀會帶他弟子來 那這個他的師父也沒辦法 就說好 那但是 你就 讓你的媳婦去做就好了 因為 因為他當時請裸體外道來應貢的時候 那麼 他的媳婦就是 辟捨屈膚的 沒有招待他們 那這些他的師父就很生氣 說你為什麼 其實這責怪他們 你 你 你把這個喬達摩的信徒 引到家裡面 就好像把賊引進來一樣 你應該把他趕出去 所以他的師父 才會說 他的公公 因為這樣 就開始有那種 心裡面有這樣的一個種子在 後來 他公公因為不供養佛弟子 他又講他公公吃的東西不新鮮 他公公就生氣了 就想 就要把他趕出去就是了 趕回娘家 然後這個 辟捨屈 就是說 那我要共養 我要請佛陀來應貢 如果你答應了 那我才不回去 不然我要回娘家了 那麼這個 他的公公沒辦法 畢竟這個媳婦也做得很好 又剛結婚 他也是大夫人家的 他們家也是很有錢 很有勢力的 然後 後來就 答應他 答應他 但是 他的師父跟他講 就是這些泥劍子外道 這些外道 裸體外道的這些跟他說 那既然這樣 那你喬達摩來的時候 你就應付一下就好 你就不要去共養他 讓你媳婦去共養就好 那他說說好 後來他公公就真的 也沒有出來共養 就稍微佛陀來 就意識一下 就佛陀就 他真的就去請佛陀來應共 跟弟子來應共 那佛陀也來 那來了之後 他的公公就 進門的時候寒暄一下 然後就走了 也沒有 也沒有招待 也沒有頂禮 都沒有 就 但是他的公公就退到後面去 但是就在後面看 他就是也很好奇 因為他都沒有接近 他們雖然住在奇緣金色旁邊 都沒有去過 他就不相應 不信他 不信佛 然後這個 這個佛陀應共完了之後 都會說法 然後他公公就躲在那個門後面 在那邊聽 聽看佛陀說什麼 到底佛陀說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他聽了聽了之後 聽了聽了之後 他的公公就正出國了 你看也是很厲害 我們說奇怪 一個外道怎麼聽一聽就會正出國 我們佛教徒 努力拜佛信佛那麼多年 什麼國都沒有 怎麼會這樣 就是其實你不要懷疑這種東西 因緣成熟自然會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他就是這樣 這個文師修文師修 這個經典裡面有講 他說佛弟子要經常做兩件事 比丘啦 但在家弟子也一樣 一個就是要常常思維佛法 你聽到佛法要常常思維 如果是在家弟子就要常常文法 出家弟子常常文法 文法之後要思維佛法 如果可以的話 比丘要常常說法 這樣你的佛法 他那一種智慧就會增長 其實是這樣 就是文法之後要思維佛法 如果是在家的話 就是要常常親近 那麼誓願清淨佛法 清淨善知識 然後要文法 要思維佛法 那更進一步才能運用 運用就是修 要觀察 要深刻的觀察 那這樣你的佛法 就越來越深刻 越來越深刻 那麼有一天 就算你因緣沒那麼具足 但是你也可以 就像這個 你看那個 屁守屈夫人七歲 聽一次佛法就正出國 須達多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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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他也沒有去運貢 他是跟著他的朋友一起去 看一看 到底什麼是佛 就聽一次也正出國 須達多長者 沒有見過佛 佛要入涅槃之前 去聽一次正阿羅漢 那麼這個 這個例子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 當然就是看個人的音源 有的聽很久 像禪陀 出家幾十年 什麼果都沒有正 到最後 到最後也正阿羅漢 阿難的音源 跟聽 在佛旁邊聽那麼久 因為他傲慢心搶 然後最後才因為阿難跟他講 他才正阿羅漢 這個就是個人的音源不一樣 但是所有的音源都不是無陰無遠的 都是跟自己有關係 這個是很重要的 大家不要懷疑 有一天你們也可以正 真的你要相信 你一定要相信這種東西 因為他這 音源就無自信的 那麼多取決於 你 你 怎麼修 怎麼 就是怎麼想 這是很重要的 那 畢蛇屈夫人 請佛應共 佛應共完一定會說法 說法之後 他的公公彌切羅在後面聽聽聽 這正出國了 正出國非常歡喜 啊 原來道理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們叫做霍然開朗 霍然開朗 那麼 就趕快很 很歡喜的就出來 就鼎禮佛 然後就 就歸一佛了 就歸一三寶了 那隔天 他因為歡喜嘛 他隔天又請佛來 那 讓他的太太 就是他婆婆 也出來聽 就是 又請佛 不是他請的 是畢蛇屈夫人又請 那隔天又請佛來供養 那隔天請佛來供養 他公公因為已經正出國了 他的兒媳婦也是正出國 畢蛇屈夫人也是正出國 那麼 後來 他們又請佛來供養 當然隔天又請佛來供養 他的公公已經正出國 當然就非常歡喜 又請佛來供養 然後請他婆婆也出來聽 也出來共和聽 他婆婆你看 他婆婆這樣聽一聽也正出國 這個實在是 我們會覺得 他們正出國好像在摘蘋果一樣 摘下來就有 但是大家不要懷疑 就是 未來也不知道哪一次不知道 我們就這一次培養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樣聽一聽 我覺得 未來我們也有機會 很有機會 就不知道哪一次不知道 哪一個孕緣 就豁然開朗了 就豁然開朗 像那個水 有那一種臨界點一樣 那個冰到了幾度 它就會化成水 水到了幾度就會化成氣 一樣的意思嘛 那就是你要慢慢加熱 慢慢加熱 慢慢加熱 加到冰化成水 水化成氣 就是這樣 那我們的智慧也是這樣 就是你用 第一個你要相信 持續這樣做 正確的做 就是文實修文實修 這個思維一定要從緣起去思維 我們有空再講 就是說你不是聽而已 你單單聽 然後反覆的念 你沒有去思考 不思考就不深入 不思考就不深入 好像你吃清淨的東西 沒有經過消化 營養得不到 吃也是有吃 但是營養得不到 我們的問題就在於 我們所學習的佛法 通常都不經過 不經過大腦 經過哪裡 經過耳朵而已 經過耳朵從這邊進去 從這邊出來 就這樣而已 就沒有思考 不曉得它什麼意思 那不曉得怎麼用 這個是比較麻煩 那現在要把它轉過來 所有學習到的佛法 都要運用在 你的日常生活 就是你可以運用 可以運用 你會運用 才可以受用 受用的意思就是說 運用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些佛法 在你起煩惱的時候 那麼在進界線前的時候 你會觀察 那麼你會運用 受用就是說 你運用的時候 那麼你本來有煩惱 本來有煩惱就沒有了 本來要起煩惱就不起了 它就可以受用 那麼本來有熱腦的 它就變清涼了 其實是這樣 你一定要記得這個東西 那你佛法如果 你不是說 喔 舉個例來講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 那時候跟你講說 以前我每天都送金鋼琴 金鋼琴有一個四句句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如電 應作如是觀 那我們會覺得 哇這個祭的功德很大 我只要每天念這個祭 念幾遍我就有很大的功德 不是 它的功德大是因為 你叫你去觀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如電 好那你就要觀一切境界 不管好不好 它就像夢一樣 你要真的是這樣想 不是這樣念 你沒有那樣想 一般我們就是 只是這樣念沒有那樣想 那有些事雖然也那樣想 但想的不清楚 想的不明白 它也沒作用啊 沒作用 有沒有作用 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有不用受用 就知道了嘛 為什麼 假設說 好今天你做夢 夢見有一隻老虎在咬你 你很害怕醒來 你會跑嗎 好一場夢你不會跑嗎 因為它是一忙夢啊 所以你那個時候 夢裡面那個驚恐 就沒有了嗎 你做夢夢見有人罵你 你很生氣 一覺醒來 是一場夢 你還會繼續生氣嗎 不會嘛 好那現在如果真的 真的有一個人罵你 你是不是很生氣 那你離開了之後 還繼續生氣 有一個人嫌棄你 你是不是很生氣 那那個人走了 你還是很生氣 但是如果你能夠觀一切 有違法如夢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進界來的時候 你在夢中 你會很生氣 那個人走了 你還繼續生氣 就好像你夢醒來了 你還繼續生氣 那個 那個就是本來是什麼 你不是真的把它看作如夢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 哇 這個祭功德那麼大 我們就念這個祭 它就怎麼樣 它就可以 這個祭本身的功德 就可以消除我們的煩惱 不是 不是這個祭的功德力 可以消除你的煩惱 不是喔 但因為以前我們都這種觀念嘛 我以前也這種觀念 老實講 所以我有時候 煩惱來了 我說一切我 哇 可是念了好幾次 還是煩惱 就覺得說這個祭功德有多大 我看也沒有多大 不是 它不是你念了就有 你要想 想清楚 想明白 那麼它才會有 那麼你如果沒有想清楚 想明白 它是不太會有這個 就是它的作用就不大 慢慢來慢慢來 就是我們不管在什麼時候都會有不一樣的境界 我們必須在一切的境界裡面 我們都不管是什麼樣的境界 我們都要盡量看住自己的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即使我們在佛教裡面 我們也會看到說 這樣不對那樣不對 這樣不好那樣不好 但是 即使是這樣 但是我們仍然要照顧到自己的心 不要在這個境界裡面隨著它轉 隨著它轉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 像我們說 這個 辟舍屈夫人 那麼他就 他就 找這個佛 再來供養 那因為他婆婆 我們剛才只是說 為什麼他的公公 他的婆婆 跟辟舍屈夫人 辟舍屈夫人 七歲 第一次聽就正出國 虛達多都聽第一次也正出國 那麼他的公公從來沒有接近過佛法 而且也從來沒有供養過佛地子 為什麼他也有這種殊聖 過去生的 過去生累積的 過去生他曾經供養過 他曾經思維過 你不要以為你這一生出家修行 你未來就一定會出家修行 沒有你也可能有外道 因為所有的人還沒解脫 還沒正出國以前 都有外道種性 沒有所有的人還沒正見真上以前 都有三惡道的 種子 就是你有三惡道的也 所以才會六道輪迴啊 所以才會六道輪迴 都有地獄種子 有惡鬼種子 有畜生種子 有外道種子 都有每個人都有 但是因為我們的這個夜裡面 夜海裡面有種種的夜 那麼有的你要看哪一個先成熟 你要看哪一個先成熟 所以佛才會告訴你 你不要去造三惡道的夜 要是五戒 那麼你不會三惡道的夜不會成熟 那麼你要去行食善 你仁天的夜容易成熟 那麼除了布施慈戒 跟在家人說布施慈戒之外 出家要講出藥法 出藥法就是你要求解脫 那要知緣起知無我 要修行 那麼在家你想要也想得 在家也可以解脫喔 大家不要以為 解脫是出家的事 出家才有修行 不一定 不一定 修行不修行 跟頭髮沒關係 跟服裝沒關係 跟什麼有關係 跟心有關係 在家也很多解脫的 你看佛弟子很多也沒有正出國 你看在家也很 但是比較起來出家是比較容易 在當時那個環境 因為他常常聽聞佛法 而且他比較有時間修行 那麼他煩惱的境界比較沒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出家中也會有煩惱 不是沒有煩惱 因為人跟人之間不可能沒煩惱 那麼因為事情起煩惱 因為自己的身體起煩惱 因為人跟人之間行為不合 言語不合 心態不合 習慣不合 他就會起煩惱 他就會起煩惱 那個不太可能不起煩惱的啦 那麼你說像我出家 你說不起煩惱嗎 起的煩惱不一樣 常常起煩惱 即使到現在我還會起煩惱啊 你說我這麼會講 你說我這麼會講 還會起煩惱 會啊 我如果不起煩惱我就是什麼 阿羅漢 只有阿羅漢才不起煩惱 出國 惡國 三國都會起煩惱 只是起的煩惱不一樣 你說屁什麼屈服人不起煩惱 起啊 起的煩惱也會多啊 但是我們更多就是了 我們就是動不動就起煩惱 就算沒有人 都沒有人惹你 你都沒有視作 你也在煩惱 為什麼 你的心就是煩惱心啊 你想的就是什麼 妄想啊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那像屁手屈夫人 我們再說 她當隔天又請佛來應供 她的婆婆 因為她的公公也請她的婆婆出來聽 那麼後來也正出國 所以這一家人就非常的歡喜 非常的歡喜 那麼這個是她 她 杜她公婆 那麼就是 那麼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她跟她媳婦的姻緣 你看 這個米切羅 米切羅是她公公嘛 這個就是她在曾經在她那裡結了善緣啊 米切羅的範譯就是路嘛 那公公本來是要把她媳婦趕回去的喔 米切羅就是路 她本來是要把她趕回去 後來她因為聽佛說法之後 你看她媳婦也很厲害 這個是公公嘛 然後她是媳婦嘛 和媳婦是這個 這個媳婦是這個 這個媳婦區 那麼這個是她的婆婆 她的婆婆又因為她的公公 她的婆婆 那麼後來也正出國 你看她她是 她 她隔天再請她來 她的公公就特地請她的婆婆出來 她的太太 她太太 出來共國 而且聽佛說法 她的婆婆也正出國 所以你看 她的婆婆是因為她的公公 她們的姻緣 那麼她正出國 正國 那麼她的公公是因為她的兒媳婦正出國 那她的兒媳婦 她的兒媳婦的姻緣是因為她的爺爺跟奶奶 她爺爺奶奶帶她去 那麼聽佛說法 那麼正出國 她的爺爺奶奶 這是姻緣 這其實就是過去的善緣 發源 那麼那你說 假設她的善根成熟的話 善根成熟 那麼有些是這樣 她善根成熟的話 即使沒有她爺爺奶奶 她也會正出國 那有一些就是 善根雖然成熟 但是她善緣不具足 她可能這一生就還沒正出國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 因為 因為這個 米切羅正出國之後 非常感激她的兒媳婦 她之前還覺得她兒媳婦很沒禮貌 對她的師父這樣 還要把她趕回娘家 後來因為她的兒媳婦她正出國之後 非常感激她的兒媳婦 她甚至說 從今以後 我就把你當作母親一樣尊敬 所以後來她才叫做陸子母 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她把她當作母親一樣來恭敬 後來她恭恭也真的是這樣 那麼正出國的人 她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她的感恩心也很強 你說像那個舍利弗 舍利弗正出國是因為誰 馬聖比丘 她從今以後把馬聖祈求當成什麼 師父 去到哪裡都先看馬聖比丘在不在 不在的話她去哪裡 往北邊去 就往北邊頂頂 你看也很厲害 也很厲害 那麼就是有一些人就是 她每個人的習慣性不一樣 但是正國的人 她基本上都會有很強的感恩性 那 這個佩舍屈夫人 因為她 我們說她是附身第一 所以她常常去試院 常常去試院 看試院有去齊眼金色 看齊眼金色有欠什麼沒欠什麼 那也因為這樣 那麼她後來才在捨卫城的東邊 蓋了一間東眼金色 那我們再想到這個佩舍屈夫人 她有發所謂的八大院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八大院 那麼還有佩舍屈夫人 還有一件事其實 其實蠻可以講的 就是說 就是她有一次 因為她家在 她的娘家在央茄果 央茄果 央茄果是 就是 央茄果後來被 被這個 病掉了 滅掉了 央茄果 那麼 她有一天要回央茄果 送禮物給他們的親戚 那麼經過這個關卡的時候 經過關卡的時候 那個守關的人要跟她鎖匯 那麼就給她收比較多的關稅或怎麼樣 那麼她就很生氣 她覺得 這個大家都要照公平嘛 要照理來啊 沒有這個規定啊 為什麼 因為我有錢 你就要我交比較多錢 這個是 這個是她不能接受的 但是 如果你不給她 她就不給你出去啊 所以沒辦法 後來她也給了她 給了她這件事她心裡面就一直刮 很奇怪 就覺得好像被欺負 然後被人家當盤子 她很不喜歡 回來就跟波斯尼王說 波斯尼王答應她 要幫她處理 那後來波斯尼王很多事情忘記了 也沒有幫她處理 所以她就很生氣 她就覺得 這個守關的 妳的這個 類似像她的員工嘛 就是她的這個 幫她做 就是她的這些官員 那麼做不對的事情 做了不對的事情 那麼妳做一個國王的人 妳應該要處理的 那妳沒有處理 我跟妳講了妳又不處理 那我跟妳的交情這麼好 那麼妳應該要去跟這個官員講 至少妳要讓她知道 以後不可以這樣 那妳又沒有做 那妳跟我 妳跟我的關係那麼好 那麼我已經跟你反應了 妳都不處理 所以她就很生氣 那很生氣她也沒辦法 所以她就去找佛 跟佛抱怨 但是她找佛的最大原因 不是為了跟佛抱怨 而是要讓佛 因為她一直煩惱 那麼你要知道正果的人 或是說有正見見上的人 就每一個人都會起煩惱 我們說出國二國三國都會起煩惱 除了阿羅漢不起煩惱而已 阿羅漢把煩惱根斷掉了 煩惱根是什麼 貪嗔痴 她把煩惱根斷掉了 那麼貪嗔痴的根是什麼 我見我愛 她把它完全斷進了 才不起煩惱 就是說阿羅漢自己不會起煩惱 但是她也不一定讓人家不起煩惱 但是阿羅漢自己一定不會 不管什麼境界 不管什麼境界 她一定不會起煩惱 但是她好知道好 不好她也知道不好 對她知道對 不對她也知道不對 但是她不會起煩惱 她出國二國三國都還會 她起的煩惱的程度不太一樣而已 時間不一樣 就是時間比較長比較短 煩惱的程度比較輕比較重 煩惱的次數比較多比較少 如此而已 但是她有一個她正果的人 或政見真上的人 她有一個特點 就是她覺察煩惱的能力會比較強 她會知道 我因為這個境界起煩惱了 所以她會想要除掉的是她的煩惱 而不是去掉這個境界 當然一般人都是 一般人都重在怎麼去掉這個境界 但是有政見的人 她想的是怎麼去掉我這個煩惱 那不是說你想去掉都能去掉啊 所以她去不掉煩惱的時候 她就去找佛 重點是她跟佛講 當然她也會抱怨 她也會抱怨 但是她的重點在於 世尊是不是告訴我一些話 告訴我一些道理 因為正在煩惱的時候 道理是想不來的 就是一個人在煩惱的時候 你跟他講道理是講不通的 你自己在起煩惱的時候 道理也一樣知道 但是 知道是知道 就是她想不來 就是她那個轉轉不來 真的 你正起煩惱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需要什麼 其他的方法壓制冷靜 要先控制 所以我才說你起煩惱的時候 第一個要先覺察 然後要控制 如果你馬上想馬上就通 煩惱來馬上就消除了 就好像火 小小的火 你用一杯水 壓 淹下去火就沒有了 火就沒有了 但是我們會起煩惱到 很明顯的時候 通常火都很大 火都很大 不是說你一清火 你倒一盆水 它就熄滅了 沒有 通常沒有 所以你要先控制 控制不要讓它擴大 然後想辦法消除 調伏 讓它越來越小 後來把它滅除 滅火也是這樣 如果是大火 你沒有不可能說 這一秒大火 然後下一秒火就滅了 沒有 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怎麼樣 撲滅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煩惱也是這樣 煩惱火是這樣子的 真的 那重點是你不要讓它一直擴大 你不要讓它一直擴大 那燒給它燒沒關係 但是你知道 它就這樣燒 一陣子過後就好了 你不要繼續擴大 但是我們都會讓它 再加料進去 越想越生氣 越氣越想 然後就開始 就是用不當的方法 就可能會把火勢變大 就是這樣 然後他去找佛 他去找佛 重點是他已經覺察到 他的煩惱壓不住了 我們通常都會有這種情況 我們來學習他 但是他 你看 但是他畢竟有政見 所以他講一個道理很快 因為他煩惱不會很大 但是你看他的想法也是 他去跟世尊講了之後 講了這個過程 然後世尊是不是跟他 讓他知道怎麼樣 就是講一些道理 或怎麼樣讓他去除這個煩惱 然後世尊就開始跟他講 我們把世尊跟他講的 稍微說一下 他說 世尊跟他講了一下 就告訴他道理 然後沒有多久 沒有多久 他的煩惱就熄滅下來了 他說 所以後來世尊就跟他講 受至於他者皆為苦 這個很重要 這個等下我們再來仔細講 因為第一個 我們是有煩惱的人 叫做聚夫煩夫 我們叫做聚夫煩夫 我們是有煩惱的人 我們是有煩惱的人 而且是隨時會起煩惱的人 聚足煩惱的人 聚足煩惱的人 所有的煩惱煩惱都一樣 初衷不一樣而已 大家你有的我一定有 你有的煩惱我一定有 我有的煩惱你也一定有 那只是煩惱的初衷不一樣而已 只是這樣而已 因為這個叫聚夫煩惱 煩惱比較少只有正出國 少三條 見煩惱跟愛煩惱 他說 受至於他者皆為苦 一切自主則為樂 四人共通之苦惱 四人共通之苦惱 接音難超細福故 我們來講這個 我們必須要明擺一個道理 今天我們來學佛 我們來修行 我們來出家 我們來修行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因為我們有苦 如果我們不苦 我們不需要修行 不需要學佛 不需要出家 真的 那是因為我們有苦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苦 現世苦 來世苦 深深世世受苦的輪迴苦 重點是這樣 那苦怎麼來 苦從夜來 那夜怎麼來 夜從煩惱來 所以 今天你來學佛 甚至你出家修行 你在家修行 重點都是要 離苦 但是苦 苦不是說你要離就可以離 苦有苦因 苦有苦因 那麼滅苦 有滅苦的方法 那麼你滅苦的方法不對 你不能離苦 你苦因不知道 你不能離苦 那麼你把苦滅了 你把苦滅了 那麼就是涅槃 就是解脫 那麼真正欺服你的 就是業 就是煩惱 就是果報 其實是這樣 好 所以 所以佛教裡面 那麼 修行的方法都放在什麼 都放在 怎麼離苦 怎麼解脫 所以 出家修行 洗滅貪真痴 全修界定位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在家也一樣 在家出家都是這樣 所以捨立佛 捨立佛 他說什麼呢 他說 什麼是法師 基本上法師是什麼 以法為師 或是說法的老師 傳授佛法的老師 最重要的是 他是依這個法來修行的 以法為師的 那麼 所以他說 那什麼是 什麼是法 教你調伏煩惱的 他就是法師 那麼 你最重要的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要以法為師 那麼 你又怎麼樣 那 舍利佛說 那什麼是說法 說怎麼調伏煩惱的方法 就叫做說法 那麼 什麼是法師 傳授你怎麼調伏煩惱的老師 就是法師 因為法是什麼 法就是離苦的方法 解脫的方法 離戲服的方法 那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樣 我們不自在是因為什麼 我們有煩惱 我們有業 那麼 這一些讓我們不自在 讓我們一直在受苦 好 那現在是離苦的方法 非常重要 那麼 我們的錯誤在哪裡 現在在講這個 受至於他者皆為苦 就是 我們因這個人受苦 我們受苦的境界 我們這個境界不外乎是人事物 人事物 那麼有身心的苦 有身的苦 有心的苦 那麼依人事物起身心的苦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個苦 這個苦依這個境界起這個苦 那麼一般來講 受至於他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舉個例來講 這個人 罵我 這個人嫌棄我 比如說我們昨天講 大寮最容易起煩惱 那為什麼 因為 我們說那個 屁捨屈夫人 煮那麼多給那些比丘 那比丘 這個又鹹 那個又鹹 十幾個人裡面 請十六個人來一點 請十六個人來 有的喜歡吃暖的 有的喜歡吃硬的 有的喜歡吃酸的 有的喜歡吃甜的 我煮酸的那個人嫌太酸 我煮甜的那個人嫌太甜 這個人不嫌啊 那個人嫌啊 那麼我應付這個人 沒辦法應付那個人 我應付那個人 又沒辦法應付這個人 所以就容易起煩惱 好 那個這個叫什麼 受制於他 因為說 我們在這個人事物上起煩惱 那麼這個起煩惱 我們 我們 是希望什麼 比如說這個人嫌棄我 這個人罵我 這個人欺負我 那麼我們解決方式就是 讓這個人 讓這個人 不會罵我 不敢罵我 不能罵我 就是這樣嘛 我們想個辦法就是 好 你罵我 你嫌我對不對 那通常就兩種方法嘛 你嫌我 我罵回去 你罵我 我罵回去 讓你不敢罵我 或是 我就離開 我就不做了 讓你不能罵我 或是 我想辦法把它做好 做到你不會罵我 好 基本上就是這樣而已嘛 但是 你應悟了這個人 這個人不會罵你 那個人不歡喜 那個人又罵你啦 對不對 這個人不敢罵你啦 那個人又罵你啦 好 那你今天 那我不做啦 我不做啦 不做最大 對不對 不做都不做就不會錯嘛 不做就不會錯啊 整個是這樣 不錯不是不會錯 不做錯最大 因為你沒有機會修福包 你沒有機會怎麼樣 調服煩惱 你沒有機會看到自己的煩惱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機會增上 不做不是不錯 你說那修行 這個修也不行 那個修也不行 那不修最行 不修就完全不行 不是 你要修 但是你要克服 那你克服的 克服的那個重點 不在於 除禁 把禁除掉 就是說 好 通常是這樣嘛 比如說這個人罵我 我讓這個人不能罵我 不敢罵我 不會罵我 不是 你這樣 這個人不罵你的 還有那一個人會罵你 這件事你做好了 還有那一件事你會做不好 你想一想是不是這樣 那你什麼時候不起煩惱 沒有不起煩惱的時候 就算周遭都沒有人 你沒有事可做 你就坐在那邊自己想 也會起煩惱 我告訴你 真的啦 想過去想未來 你也會起煩惱 你以為 你以為你都沒有事做 你在閉關閉在裡面 你也不用做事啊 也不會給人家閒 你就不起煩惱 我告訴你 也會起煩惱 你自己有一天關在房間你看看 自己一個人看看 看起不起煩惱 都是煩惱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受制於他 比如說來講 我們舉這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 好 屁捨屈夫人 這個我們要慢慢練 知道是知道 知道跟做到之間有一個距離 知道跟做到之間有一個距離 但知道要真知道 那你這個距離 知道跟做到之間的距離 縮小了 知道跟做到之間的距離 就叫做修行 那麼快跟慢 精進不精進 還細於你過去的夜跟緣 跟你現在的心 所以這個距離多遠 那不一樣 有的人知道 馬上可以做得到 那像王陽明就強調知行合一 知跟行當中 知跟行當中 但是要先知道 要不然你做的就是錯的喔 知行要合一 老實講也不容易 我知道就做得到 沒有 沒那麼容易 我說稱心不好 我們要小挑五稱心 那你就不會起稱心了嗎 沒有 這個叫私貨 私貨不能頓斷 因此地盡 盡貨才能知道斷斷斷嘛 私貨 私貨要斷私貨 像偶私一樣 就是斷掉了還有牽連 他要因此地盡 要慢慢慢慢 就情感上的 那觀念上的錯誤 知道錯 知道錯就知道了 但是 但是這個情感上的 沒有辦法 要慢慢慢慢抹 慢慢因此地盡 所以要持續 但是你知道了之後 你要朝那個目標 一直往前進 你要堅持 相續堅持 就是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正確的知道 接下來就是要用功 然後堅持用功 然後堅持用功 就這樣而已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 你就會漸漸 有一天 就完全可以斷 你要做這件事 那我們大部分是怎樣呢 比如說辟捨穴 辟捨穴 因為第一個 那個守官的 那麼守官的人 那麼跟他鎖匯 給他比較多的關稅 給他鎖匯 比如說這個守官的人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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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 他姓王好了 我們舉例 只是舉例 這個姓王的這個 跟他鎖匯 他 他很不高興 跟這個 他覺得這樣不對 當然不對啊 事件上不對的事情太多了 你眼睛一睜開 你很多不對的啊 像我們最常見的 比如說不管在家出家 民進黨 共產黨 國民黨 門的很多啦 你看你的心 靠哪一邊 那 你都會發現到 世間裡很多不對的 那你每天要生氣生氣不完 要計較計較不完 真的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也能夠分是非 不是沒有是非喔 沒有愛證 不是沒有是非 只是沒有愛證 但沒有是非喔 不是不知道是非喔 知道有是有對有罪 有政見啊 有善有惡啊 當之不予善惡其愛證 那這個能不能做到 可以 你就是要見見見見這樣 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到 不是的 那你發現到 你面對境界 心裡很衝動 很 很不能克制 但是 覺得就是 你一定 你要習慣性察覺 我看到這個境界 我聽到這個話 我看到這件事 一而再 再而三這樣 我開始 有一點要抓狂啊 你表示 但是我們會希望這個境界 趕快消除 不是 你當然 第一個一定會希望境界 趕快消除 不要有這個境界出現 但是你一定要馬上回過來 反觀自己的心 這個煩惱性要是 境界消除了 你的煩惱性就要消除了 境界在 你的煩惱就增加 好 那這個叫做什麼 受制於他 舉個例來講 他有一個守觀人 他因為兩件事煩惱 一個守觀人 跟他守會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也不要說他姓王好了 等一下這裡有姓王的人 會不高興 第一個守觀人 第二個是什麼 波士逆王 不幫他處理 波士逆 好 那麼 他之所以起煩惱 比如說他生氣 他起承認心 生氣 起承認心 他起承認心啊 那麼他當然會 我們的習慣性就是認為說 我之所以生氣 是因為你不對 你不對 是因為這樣 你對了我哪裡會生氣 是因為你不對 好 那麼 今天這個守觀人不守會了 那其他的守觀人就一定不守會嗎 沒有 是不是 那這一件事 跟他守會這件事沒有啦 那他就沒有其他可以生氣的嗎 還是有 好 那麼今天波士逆王假設 假設處理掉了 處理掉了 幫他處理了 去教訓那個 去教訓那個守會人 而且把他守的會 把他多角的錢還給他 那麼他高興了 然後他就沒有煩惱了嗎 還是會有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因為你有沒有煩惱 你有沒有煩惱 會不會痛苦 有沒有承認心 取決於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 這件事 這個東西存在不存在 就是這個禁是存在不存在 那麼一般我們禁裡面 有可意不可意嗎 就是符合我意識的 不符合我意識的 可意不可意嗎 是取決於這個境界 符不符合你的心 你所想的 你所需要的 那麼假設 假設 這個境 現在符合你需要的 但是 會每一個人事物的境 都符合你需要嗎 沒有 不可能 所以 一旦符合你 你就不起煩惱 其實還是起煩惱 起貪愛的心 起一切的心 不起承認心而已 但是我們如果講 比如說承認心 你承認心的消除 要取決於別人身上 就是說 今天我生氣 是因為你罵我 假設我們幾個例子 是因為你罵我 好 那麼 你不罵我的 我就不生氣 所以你生氣不生氣 決定在人家罵不罵你 是不是 你生氣不生氣 你煩惱不煩惱 決定在人家罵不罵你 你讓一個人不罵你 比較容易做得到 你讓你全家的人都不罵你 你也做得到 但不容易了 你讓所有的人都不罵你 我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 即使佛也做不到啊 佛有沒有人罵他 有 舍利佛目見人那麼厲害 有沒有人罵他 有 那你要什麼時候不生氣 你沒有不生氣的時候 什麼時候生氣 你什麼時候要生氣 要生多大的氣 取決於有沒有遇到罵你的人 他罵你罵得多難聽 那麼你才多生氣 他有沒有罵你 你才有沒有生氣 那麼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受制於他 就是說你要煩惱不煩惱 受制於境界人事物 就是你有這個東西你就不煩惱 你沒有這個東西你就煩惱 你有這件事你就煩惱 沒有這件事你就不煩惱 有這個人你就煩惱 沒有這個人我就不煩惱 所以你會常常看見道場裡面 不可能每個人彼此之間 大家跟這個道場有緣 但不是來道場的人彼此有緣 有善緣啊 你來這個道場會發心 你是跟這個道場有善緣 要來這邊造善業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並不代表來道場造善業 結善緣的人 造善業的人彼此都有善緣 不代表喔 也有可能有惡緣喔 好 那我們說過嘛 這個假設裡面有五十個人 你只要有兩個或三個 有一個惡緣你還不會跑 為什麼 有一個惡緣你不理他就好了 有兩個有三個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受不了了 真的就會這樣喔 但是其他的很多善緣 你就不要了 你之所以 你很多人也會這樣啊 他之所以不修行 是因為他修行的環境怎麼樣 不如他的意 那這個跟你修行 修行就是要調伏煩惱的啊 所以你看那個普文品就講這件事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欲入大海求取其保 其保 其保是七聖財嘛 你要在佛法裡面造善業 結善緣 修善業 種善根 不就這樣嗎 我們昨天講的嘛 你要來到場種善根 增長智慧嗎 造善業 然後結善緣 但是 你會發現到 一開始都滿懷期待 那滿懷理想 一進來才知道 因為 你也是帶著煩惱來 他也是帶著煩惱來 不管在家出家都有煩惱 沒有那個沒有煩惱的啦 你要記得你是在說婆世界 不是在極樂世界 現在這個世界叫說婆世界 說婆世界是什麼意思 堪忍 為什麼要堪忍 因為都是剛強難挑難撫的眾生 因為彼此的善緣沒那麼多 惡緣 有善緣有惡緣 彼此的智慧沒有那麼深 所以他必須要彼此忍耐 在忍耐中成長 在忍耐中增上 所以忍耐是一種克制 忍耐是一種克制 克制煩惱的行為 那麼你要克制煩惱 先要你自己有絕躁能力 你才會克制嘛 你才會克制自己的煩惱 不然你都是壓制別人的煩惱 你會發現到是這樣子 你是重點放在壓制別人的煩惱 而不是克制自己的煩惱 那麼你壓得晚嗎 壓不晚啊 所以你看喔 受制於他者皆為苦 你的煩惱不煩惱 要取決於這個人 這個人煩惱不煩惱 他煩惱我就跟著煩惱 他不煩惱我當然就不煩惱啊 他如果每次都稱讚我 我怎麼會生氣 他每次都講我不好 這個也嫌 那個也嫌 這個也不好 那個也不好 我離開就好了啊 我不要做就好了啊 就變成這樣啊 當然 當然啊當然 那麼我們如果遇見這種事情 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不好 我們是不是真的不好 那不好我們就改進 那如果我們 我們會有兩種情形 第一個 我們是不好 但沒有你講的那麼不好 這是第一個啦 第二個 我們沒有不好 你把我講成不好 那麼我們就會很生氣 那其實佛陀有講過喔 如果有人即使是外道 毀謗三寶 謗佛 謗法 謗神 你也不要生氣 為什麼 你要這麼想 他就不懂啊 他不知道 所以他會很生氣 他不知道 所以他會毀謗 你要這麼想 因為他不知道 他如果知道了 你像那個 你像那個米切羅 他就不知道佛法的好啊 所以他當然覺得 佛不福田嘛 他聽那個外道的話嘛 可是當他正路出國的時候 他自然而然就怎麼樣 會供養 他知道三寶好 他馬上跟著佛 因為他還沒到那個層次嘛 你不能要求他嘛 這個道理要知道 不然你成長會起煩惱 像我以前剛吃素的時候 那個是 大概將近四十年前了喔 那個時候吃素的人很少喔 那個時候吃素喔 會給人家異樣的眼光看 你一定是 身心哪一部分有問題 或是怎麼樣 你才會吃素 就會人家很多急嫌你 現在吃素變成一種流行了 高尚的行為 以前吃素是一種迷信的行為 真的 那時候就吃素了 大家會覺得 你吃這麼差喔 就開始會講 尤其我去當兵的時候吃素 你講的更難聽 那些人講的更難聽 你不要跟他計較 那時候我就覺得 那不是啦 以後他就會知道 過三十年後就知道啦 但是要等三十年啦 你看 你不要跟他們計較 因為他們不懂嘛 那個時候我剛 剛學佛 常常去參加短期出家 然後佛妻 都把頭髮剃掉 他們就覺得 穿居士服 我在街裡穿居士服 他們就覺得 你這個人迷信了 走火入魔了 大家 這個子那個子 這個講那個講 我媽媽被講到 也是 就覺得 你也覺得 你這個 你怎麼 你兒子 你怎麼讓他這樣走火入魔 這麼迷信 你不要跟他們計較 因為常常每個人 指責你講 背後講 前面講 你都會受不了 真的 因為背後講 人家不要講給你聽 就沒關係嘛 講給你聽 你就會覺得 哎呀 這些人 那麼就是講講的 但是你要想 你要這麼想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這麼想啊 他們不懂 他們懂 他們也會跟我一樣 因為他們不懂 因為我走在他們前面嘛 他們不懂嘛 不要跟他們計較 真的啊 就是這樣啊 你要計較 你要讓人家不講你 那我拿好我不要做啦 或是我偷偷摸摸的做 不要讓他們知道的做 不用這樣 因為他們不懂 不要跟他們計較 好 所以你不要受制於人 你要 所有的人都不講你 所有的人不能講你 不敢講你 不會講你 沒辦法 佛陀都有人講 佛陀都有人毀棒 佛陀都有人嫌 你要做的不是別人怎麼講我 你要想到的就是 不是 讓別人不講我 別人怎麼講我 不是 不要去在意 不要去在意別人怎麼講你 你要在意什麼 佛陀怎麼教我 是不是這樣 你要注意到這樣 那佛陀是怎麼教的 佛陀是我們要學佛的嘛 那麼你受制於他 你很明顯喔 你只要受制於他就是 你苦不苦 煩惱不煩惱 決定在那個人 有沒有繼續講我 有沒有繼續嫌我 會不會嫌我 那你永遠沒完沒了 你沒有不苦的時候 這個人不講好了啦 這個人不講啊 這個人 全世界 就只有這個人 會講你嗎 不可能嘛 不可能 你在你家裡 你媽媽爸爸也會講你啊 兄弟姐妹也會講你啊 你去公司 你想一想 你只要進入一個團體 有沒有那個團體的人 全部讚嘆你 沒有講你的 我告訴你沒有 有嗎 你講給他聽看看 那有沒有一個全部都是 罵你的 沒有讚嘆你的 沒有 也有人讚嘆你 那麼只是多數少數這樣而已 講的好聽不好聽而已 所以你看喔 受制於他者皆為苦 這個是佛陀講給這個屁舍穴夫人的 因為他為什麼 因為這個守官人跟波士尼王 他起煩惱 他生氣 生氣這個守官人 更生氣這個波士尼王 那麼他並不是 但是屁舍穴夫人也很有絕躁力 他並不是要求波士尼王 去教訓這個守官人 他是希望佛陀 世尊跟他講 怎麼降伏他的煩惱 怎麼熄滅他的稱心啊 你看這問題就不一樣喔 那麼如果他不會這麼想 他去跟佛陀講 佛陀也沒有去跟波士尼王講 他是不是會生氣佛陀 他又生氣佛陀啊 你看我們就是這樣啊 他的稱認師 他的稱認心 假設火力是無 假設啦 因為守官人跟他所謂火力是無 那麼跟波士尼王講 波士尼王又不跟他處理 火力又加二 變成火力有七 稱認心的火力有七啊 那如果他跟佛陀講 佛陀沒有說波士尼王的不對 沒有說守官人的不對 他說你稱認心不對 他如果沒有智慧 他活力會加到什麼 加到死 佛陀你怎麼 他開始被怪佛陀 你信不信 但是他畢竟是有智慧的 所以你看有智慧沒智慧就插在這裡喔 而且他一去不是要求佛陀 因為波士尼王誰敢講他啊 除了佛誰敢講他啊 你想想 他是國之王誰敢講他 那這個守官人 國王可以講他嘛 那個波士尼王佛陀可以講他嘛 他的問題就是要用波士尼王去解決這個守官人嘛 但是他後來知道他起煩惱 所以我說我們修行第一個就是要覺察煩惱 我現在正在起煩惱 好那 當然第一個我們能夠把境界除掉是最好 讓境界部我們處煩惱 但是你絕對不能 你絕對不能把你煩惱的控制權 放在別人的身上 因為那是不可靠的 沒辦法嘛 你必須他不在 他不出現 這個沒有這個人事物沒有這個境界 你才不起煩惱 那麼你就沒有不起煩惱的時候 什麼時候要起煩惱 要起多大的煩惱 誰決定 別人決定 進界決定 那麼這樣你就沒有解脫的時候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那個控制權拿回來 因為我們活得都像傀儡 什麼叫傀儡 人家那個弄傀儡的咖哩啊 那那個線 要他動右手他就挑這個線 要他動左手他就挑這個線 左腳右腳他有好幾條線在拉嘛 我們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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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個傀儡 拉我們的是誰 所有人都在拉我們 這個人 這個人 講一句我不高興的 我這隻手就動一下 這個人 這個人講我不高興的 我這個臉就動一下 就這樣 就生氣 這個眼睛就動一下 就是這樣 你的線操縱在誰身上 操縱在所有人的身上 那你說你有自主權嗎 沒有 你要起煩惱不起煩惱 你要受苦不受苦 不是自己決定 別人決定 那你不是苦一點那你是什麼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受制於他 這個叫受制於他 皆為苦 你只要這樣 那你沒有不苦的時候 還有一個 我們要滅苦 我們要滅苦 不是從苦因下手 從哪裡下手 唸觀音菩薩 唸地藏菩薩 唸阿彌陀佛 唸完了阿彌陀佛幫我們滅苦 觀音菩薩幫我們滅苦 地藏菩薩幫我們滅苦 這樣 你苦不苦 取決在誰身上 佛菩薩身上 那這樣也不對 這樣也不對 為什麼 那如果你 你滅苦 是因為念佛 好你念佛 念佛一生 罪滅何殺 對不對 好 那麼你會苦 是因為有罪 那現在我念佛 我還是有苦 那麼你會怪誰 怪阿彌陀佛 不感應 阿彌陀佛不幫我 所以我還覺得阿彌陀佛不靈感 你會接著念什麼 應該不是念阿彌陀佛 要念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 又不能滅苦 你會轉著念地藏菩薩 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你沒有了實 為什麼 怎麼滅苦 要從苦音下手 你為什麼會受苦 因為執著 執著什麼 執著不該執著的 什麼叫執著不該執著的 就禁見 你變成你受苦不受苦 煩惱不煩惱 取決於別人的身上 苦是你在受苦 苦是你在受苦 但是你卻 你卻把滅苦 滅不滅苦 起不起煩惱 取決於別人 取決於境界上面 那你沒有了實 你不可能得解脫 你不可能不受苦 你福報大一點 你苦會比較少 但你福報用完了 或下一生的時候 你一樣 因為你的煩惱不變 煩惱不變 你的苦就不能消除 你的苦沒辦法消除 所以受制於他的皆為苦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習慣性就是什麼 所以四人共通的苦惱 你看一切自主則為樂 那麼假設 現在煩惱不煩惱 因為煩惱才會受苦 不煩惱就不受苦 所以這個還有一個佛說 第二支劍 第二支劍 就是說 一開始 因為我們是有煩惱的人 我們是聚夫凡夫 我們是會起煩惱的人 有陰有緣世間級嗎 那這個陰緣是什麼 就是人事物嗎 有陰有緣世間級 這個陰緣是人事物 好 那麼我們是會起煩惱的人 所以那別的也是會起煩惱的人啊 那麼你起了煩惱之後 你馬上要覺察 你不太可能不起煩惱 我就說即使我 你看我懂得很多 我也很會講 也很會做 但是我還是會起煩惱 沒那麼厲害喔 師父你還會起煩惱 會啊 當然會啊 我就跟你講出果 惡果 傷果都會啊 我們什麼都沒有 什麼果都沒有 難道不起煩惱 但是問題不是起煩惱 問題不在於會不會起煩惱 問題在於起煩惱了之後 有沒有覺察 覺察了之後 你有沒有要控制它 會不會控制 重點在這裡 這個非常重要 第一步要先做這個 所以我常常講嘛 就修行就四個過程嘛 覺察煩惱 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然後斷除煩惱 就這樣而已 真的 那你要能覺察煩惱 要先有什麼 要有智慧 智慧怎麼來 聞思修 就這樣啊 要常常聞 聽聞了之後 聞思修的重點在哪裡 在思維 在思維 要如理思維 要專精思維 要塑塑思維 真的就是這樣啊 你再把它 因為我們要常常講 常常聽 就是這樣 你自己要常常想 你常常聽 常常想 常常講 那麼你慢慢慢慢 你的覺察能力就會越來越多 真的 你不是不會起煩惱 而是煩惱不會起得太大 佛陀講第二支劍 第一支劍射下去的時候 一定會痛 一定會痛 身心皆苦 但是 第二支劍就不受了 覺察之後就不受第二支劍了 那你沒有覺察 第一支劍是別人射給你的 人事物 比如說這個人罵你 這個人罵你就給你射一支劍 你聽到了誰都不好受 誰都不好受 那麼 但是不好受之後 有覺察能力的人 有覺察能力的人 他不再受第二支劍 他馬上知道 這個人起煩惱了 這個人起煩惱 這個人做錯事 那麼 他已經看見他的煩惱像 他也正在觀照自己有沒有煩惱像 那麼大部分的人是看見別人起煩惱了 沒有看沒有不會學會關照自己有沒有起煩惱 看見別人家敬嘴啦 煩惱就是嘴嘛 看見別人家敬嘴啦 沒有沒有好好去看一看自己的門窗會不會敬嘴 就是這樣啊 就只是看熱鬧啊 看別人敬嘴啦 這個人被拖什麼被拖什麼 起承認心啊 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看別人吵架 看熱鬧 不是 你要當看見別人家敬嘴的時候 你要回去檢查自己的門窗 是不是跟他一樣會不會敬嘴 一樣啊 所以看見別人起煩惱的時候 你要好好觀察 我有沒有這樣我會不會這樣 我起煩惱的時候有沒有察覺 那麼你看見那個人沒有察覺 越來越煩惱越來煩惱 罵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嚴重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就隨他轉 你就隨著境界 你要制止那個人不講你 你講到他不敢講你 罵到他不敢講你 或是你乾脆就離開讓他不能講你 或是你很委屈的做到他不會講你 這樣都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你第一點當然我們要努力把它做好 讓人家不會講我是最好的 但是我們能力沒那麼強 有時候沒有辦法一下子做到 符合大家的期望 不是符合大家 你沒有辦法一下子做到符合他的期望 那你永遠不可能做到符合大家的期望 為什麼 這個人要求你那樣 那個人要求你那樣 沒有 那你符合了這個人 符合不了那個人 圓滿了這個人的期望 圓滿不了那個人的期望 所以就像你媽媽希望你做醫生 那你爸爸希望你做科學家 那麼你符合了你爸爸的期望 符合不了你媽媽的期望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你永遠沒有辦法符合所有人的期望 那麼最重要的是你要理解 你要理解 那麼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那你看佛陀跟屁捨穴夫人講的 你看喔 他波斯逆亡跟所觀人 他的煩惱點在這裡 他用波斯逆亡是要解決他第一個煩惱 對不對 第一個煩惱 是用波斯逆亡來解決 他是受至於波斯逆亡嘛 他的煩惱來自於所觀人 所觀人因為看到他有錢 就要跟他說比較多錢 那麼他不給他又不行 給了他他又不甘願 所以他要解決這個煩惱 他靠什麼 靠波斯逆亡 波斯逆亡幫他解決了 他的煩惱看起來 假設今天他跟波斯逆亡說了 波斯逆亡馬上 馬上幫他解決了 他會不會去找佛 不會 但是他的煩惱有消除嗎 暫時消除但沒有消除 暫時蓋起來而已 假設今天的事情發展是 好那波斯逆亡很重視他這件事 馬上去處罰這個守官人 把他多說的簡多拿來還給他 而且處罰他 他會不會滿意 他會不會滿意 會滿意 但是他會不會覺察 他有誠信心有煩惱 不會 不會喔 那麼他未來假設再遇見一件事 那麼波斯逆亡可以解決 他會不會找波斯逆亡會 對 假設再遇見另外一件事 那麼是波斯逆亡可以解決的 他就會只是找波斯逆亡喔 那麼他就永遠煩惱都要找波斯逆亡解決喔 那有沒有波斯逆亡解決不了的煩惱 有嘛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波斯逆亡都可以幫他解決 也沒有 那沒有的話 他就會有痛苦啊 所以他就變成 好 那這件事情我找這個人解決 那件事情我找那個人解決 那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幫你解決煩惱啊 那你的煩惱就變成什麼 受制於他 那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要解決煩惱 受制於什麼 我們要解決煩惱 對 我們是要知道 解決 佛菩薩 最重要是告訴我們 我們煩惱從哪裡來 用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要自己解決 所以你看那個普門品他就這樣講 二三男子三女人 欲入大海求取其寶 那麼 那麼 但是 雖然要去求取其寶就是 我們來到場都要做什麼 我們來道場都要做什麼 都要造善業結善緣的嘛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彼此有善緣 所以 很容易 很容易 失的方向 你本來要的這裡怎麼樣 要發心嗎 要結善 造善業的嗎 要修福報的嗎 要增長智慧的嗎 增長智慧增長福報嘛 主要的這兩個嘛 但是來了之後 這個人跟那個人不合 這個人跟那個人不合 這件事跟那個事不順 馬上就什麼 就起煩惱了 就彼此造惡業 本來要造善業 善業造了一陣子就開始造惡業 本來要結善緣 善緣結的不多 開始結惡緣 然後就怎麼樣 黑風吹起傳訪 傳訪是那什麼 要有一個目的地 他要種善跟結善緣造善業 他要增長福慧 結果黑風吹起傳訪 煩惱起來了 煩惱起來了 就這個人不對 這件事不好 怎樣怎樣怎樣 開始就不斷的造善業 結惡緣 起煩惱 已經忘失了你原來來修行 來道場 你要做什麼 沒有 你只是煩惱起來了 這個人怎樣 那個人怎麼樣 這件事怎樣 那個人怎樣 你變成專門在怎麼樣 專門在起煩惱 專門在鬥爭 你要去除所有讓你不好的人事物 黑風吹起傳訪 飄墮什麼 羅刹鬼國 飄墮羅刹鬼國 就是這些人都起煩惱 誰起煩惱 羅刹起煩惱 羅刹就是稱讚心強 基教心重 基督心重 大家都變成羅刹 你也羅刹 我也羅刹 你也煩惱 我也煩惱 你的煩惱引發我的煩惱 我們的煩惱 又引發他的煩惱 大家都煩惱 那不是羅刹鬼國 那是什麼 是啊 那麼這個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起慈悲 先來告訴大家 道理 我們不應該要煩惱 我們要把傳訪 我們這個目的是要求取其保的 不是來這邊彼此怨恨的 那麼大家聽進去了 那麼 解脫羅刹鬼國之難 這個叫做念觀心菩薩的名號 觀心不要代表什麼 智慧慈悲嘛 那你有智慧了 你會覺察煩惱啦 羅刹在哪裡 你都會認為 這就是羅刹鬼國 這個羅刹那個羅刹 你也是羅刹 你如果是觀音菩薩 那麼他們就是可憐的眾生 你如果是羅刹 你看到的是可憐的眾生 你看 你好好想 那麼就是什麼 你把你的煩惱 解決煩惱的 解決煩惱的關鍵 解決痛苦的關鍵 都放在別人身上 這個別人 尤其是凡夫 尤其是佛菩薩 這都不對 這都不對 凡夫讓你看到自己的煩惱 佛菩薩告訴你 怎麼解決自己的煩惱 你要好好想這件事 起煩惱的煩惱讓你看見 這個就是煩惱 我也是煩惱 我有沒有這種煩惱 沒有 有則改進 無則加免 你加免 還好我沒有這個 我走在他們前面 所以我沒有這種煩惱 如果他也有煩惱 你也有煩惱 他的煩惱 也會引發你的煩惱 我跟他走在一起 起來不要笑白啊 就是說 前面的也不要笑後面的 因為大家是一樣一樣 一樣平庸 一樣平凡 一樣凡夫 那麼雖然你煩惱 但是不會引起我的煩惱 我是走在你前面的 我也不會輕視你 在前面的人 走在前面的人 應該要引導後面的人 而不是嘲笑後面的人 走在後面的人 應該要尊重前面的人 而不是嫉妒前面的人 你會這樣想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想 就馬上做得到的喔 但是你常常這樣想 常常這樣想 你漸漸就做得到 真的 這個非常重要 你不要以為修行 好像就是 突然間大火力 你就變成成熟了 沒有 是漸漸成熟的 就是這樣一點一滴 一件事 一個人 一個境界 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 智慧越來越增長 福報越來越多 你願意替別人想 那麼你願意多擔待別人 包容別人 諒解別人 那麼你的福報就越來越大 那麼你有能力引導別人 沒有想辦法怎麼引導 那麼通常是第一個你很有智慧 第一個你很有得恩 第三個你跟他很有善緣 你有善巧 你才有辦法引導他嘛 那你自己做得不好 你再會怎麼講 人家也不信受 那麼你跟他彼此沒有善緣 那也沒辦法 那重點是你自己先要能引導你自己 你自己都解決不了你自己的煩惱 你老是要去解決別人的煩惱 誰信你啊 對不對 那你要做到這樣 就算他現在不聽你的 你不能引導他 你也不放棄他 留待未來因緣 這個很重要 你也不放棄 你不放棄那個煩惱的人 就好像你永不放棄自己一樣 你不要放棄自己 我們有時候會這樣 我們有時候會不相信自己 放棄自己 我發現佛教徒很多這樣 為什麼 我很努力 結果我還是這麼煩惱 我那麼用功 結果我還是怎麼道理都不明白 你就會覺得我就是這種人 我沒辦法了 我跟解脫沒有因緣 不對 不對 一切法是無自信的 要永不放棄自己 我不管再多煩惱 你看央覺摩托那麼煩惱 連花色比丘你那麼煩惱 他們還不是解脫 那你說那過去有修行 你怎麼知道你過去沒修行 對不對 這個密切羅 假設不是 其實他也是過去有修行的 不然他過去如果沒有修行 他怎麼可能聽一次法就解脫 那你知道你過去沒修行嗎 沒有 你過去也可能有修行 你過去沒修行 你怎麼可能會信佛教 你怎麼不信基督教 怎麼不信媽祖 怎麼不信三太子 怎麼不信濟公 你怎麼會信釋迦牟尼佛 那你信釋迦牟尼佛 你怎麼會聽法 你怎麼那麼喜歡聽法 你一定是過去有智慧有福報的嘛 但是智慧福報到哪裡不知道 你看那些很多在家的 他也很多一下子就跳上去了 央覺摩托殺人殺那麼多 殺人殺那麼多 聽見佛說法沒有多久也正阿羅漢 桌立盤多久 三個月四個月背不起一個計 人家沒多久也正阿羅漢 所以永遠不要放棄自己 那你用不放棄自己的心 也不放棄別人 用包容自己的心知道自己有煩惱 有時候我想消除煩惱要調腐煩惱 我也做不到 所以別人也沒有那麼快做到 有時候我煩惱來了比較重 我也沒有覺察 所以你也不要要求別人都能覺察煩惱 所以用包容別人包容自己的心來包容別人 那麼慢慢慢慢你的煩惱就會減少 你就不會受制於他 只要受制於他都是苦 你好好想你把這個計 起煩惱的時候把這個計背個十遍 真的你會發現到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密切羅聽一遍 他的煩惱就消除了 他馬上知道 因為什麼 他是正出國的 他一下子就知道 那個善根一下就升起來 智慧就馬上升起來 但是我們 我們可能不是正出國 沒有那個匹守學 那麼聰明 不是智慧沒有他那麼深 但是沒關係 我們念十遍 人人 人人一之幾百之 人人十之幾千之 果能如是 雖柔必強 雖魚必智 再怎麼笨的人 透過努力 透過學習 他也能增長智慧 那麼再怎麼沒有力量的人 透過練習 透過精進 他也能變剛強 就是變強壯 變有力量 變有力量 再怎麼沒有力量的人 透過不斷的訓練 也能變得有力量 再怎麼沒有 沒有智慧的人 透過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思維 他也能變得聰明 奴家講的 人人一之幾百之 我做一百遍吧 你要有這個心 那我們比如說 你們可以試試看 正在起煩惱的時候 把這個記念十遍 受至於他皆為苦 我現在是不是受至於他 是的 我因為他起煩惱 他的境界一直 他即使他走了 他走的 他的影像 他講的話 一直在我耳邊回響 他的影像 一直在我的腦海裡面盤旋 那麼我 他是走了 他的境界一直留在我的內心裡面 我一直在煩惱 一直在煩惱 怎麼樣 一直生氣 這個人欺負我 一直生氣 一直生氣 境界一直在 你受至於他 甚至他死了 你那個怨恨 都沒有 沒有止息 甚至他死了 你那個怨恨 都沒有止息 那你要怎麼離苦 你以後就信苦就好了 改信信苦就好了 為什麼 就是你的信啊 你就是苦信啊 真的啊 如果這樣你又信苦就好了 苦阿花 苦阿情 什麼你就信苦就好了 我們不要信苦 所以我們要信什麼 信佛 覺啊 你的這個信 就要信佛 就是你要有覺啊 因為我們是學佛的嘛 我們除了相信佛 我們的本性要跟佛性怎麼樣 結合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不管是在家出家啦 你全天不要看見自己喔 你不管幾歲 不管你學習的佛法生不生 你說我又沒有像法師讀這麼多 不用讀很多 坐立盤頭前也沒有讀很多 道理懂 懂道理最重要 所有的佛法也不夠讓你懂道理 他不一定識字 識理比識字重要 不識字的也可以解脫啊 你要知道喔 佛陀地址裡面很多不認識字的 也等解脫啊 解脫 解脫不在於你讀很多經 而是你通達這個道理 這個非常重要 啊 你不要認為說我 我只會念佛 就從念佛開始 覺察 佛就是覺者 心有覺就叫念佛 念就是現在的心嘛 我們不是說過嗎 念 念是什麼 這一念心 佛是什麼 覺者 是 這一念心 所以 一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覺就叫做佛 那我們盡量 盡量讓我們每一個念頭 就跟佛相應 都有覺察 覺察 重點在覺察 我有沒有煩惱 我起什麼煩惱 重點在覺察煩惱 覺察自己的煩惱 這個是真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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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一心不亂就表示 你的覺察心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正知正念 那你要訓練這個 老實講 我也沒辦法完全做到 但是我們 漸漸做到 知道跟做到的距離 就是休息 你好好想這一些事 你看喔 所以一切自主 你一切可以 一切的境界 人事物的境界 你可以自己做得了主 我本來很生氣 現在我決定不生氣 我本來像一個傀儡 像一個奴隸 都被人命令做這個做那個 那因為很簡單嘛 他只要抓住你的弱點 他就能讓你生氣 真的啊 所以他抓住你的弱點 讓你起貪 他知道你喜歡什麼 用那個 用那個讓你起貪 他知道你不喜歡什麼 用那個讓你生撐 他要讓你貪 要讓你撐 要讓你生氣 要讓你痛苦 很簡單 他只要知道你執著什麼就好 那你覺得什麼 你不自主 所以你只要自主了 那麼就是說你就不苦 樂就是不苦 不苦啊 因為我苦不苦 境界固然會讓我苦不苦 但境界固然就是他講話 一開始我們是有煩惱的 一開始是會苦的 但是我要不要繼續苦 是你決定的 我不要讓苦擴大 是你決定的 所以我決定我不要幸苦 你信度 信成 信什麼 每一個人都信苦 都在苦 苦因 苦業 苦緣 那麼生苦 辛苦 不是 我們知道苦要離苦 所以 所以現在如果你不懂得這個道理 每一個人都是苦行外道 你不懂得這個道理 每一個人都是苦行外道 以吃苦為樂 每一個人都在吃苦啊 而且都希望 都希望受完苦 就怎麼樣都解脫了 沒有 苦的境界沒有 自人共通之苦惱 每一個人 世間的人都這樣 但我們現在為什麼學否 我們不要做一般的凡夫 世間的人 所以這個叫世間想 世間人的想法都是這樣嗎 把苦不苦 煩惱不煩惱的決定權 交給別人 你來決定我苦不苦 我煩惱不煩惱 你來決定我苦不苦 煩惱不煩惱 所有的人都可以讓我苦或不苦 所有的人都可以讓我煩惱不煩惱 只有我自己不能 那你活著做什麼 你就是世間人啊 你就辛苦啊 所有的人都可以決定 我煩惱不煩惱 所有的人都可以決定 我受苦不受苦 只有我自己不能 你看 你看我們平常是不是這樣 你好好想這些事啊 真的 你好好想 你不用懂什麼很多很大的道理 你就好好想這些 你就會發現 但是你既然知道 知道了這樣 你還是會起煩惱 還是會起煩惱 但是你會提醒自己 我要把受苦不受苦的權 的這個決定權 掌握在自己手裡 我不要做傀儡 我不要做別人的傀儡 我不要做世間的傀儡 我不要做煩惱的努力 我要控制煩惱 而不要為煩惱所控制 你要有這樣的信念 你就信佛不信苦 你從此信佛 佛地址叫做佛地址 而不是苦的地址 而不是外道的地址 而不是苦行外道的地址 那如果沒有 那個叫做苦行外道 如果有那個叫做佛法的地址 喬達謀的地址 抉擇的地址 因為你跟佛學習 你要不然苦行就怎麼樣 你一直在受苦 但是你一直離不了苦 你苦行外道就是一直在受苦 一直離不了苦 佛地址是怎麼樣 那雖然受苦 但漸漸離苦 是不是 差別在哪裡 知不知苦 知不知滅苦的方法 有沒有要滅苦 這個非常重要 那我們是從佛地址這裡 佛陀開示佛地址 我們可以知道 是這樣你看 那麼皆因 都是因為世人 一直在苦惱 變成實質上的苦行外道 一直在受苦 但是一直沒有不可能離苦 都是因為怎麼樣 難以超越這樣的欺負 就是為煩惱所欺負 受至於他 很簡單 我今天要來發心 要來造善業 有一個人不喜歡我 罵我 我不來 你要不要造善業取決於 有沒有人罵你 有沒有人嫌你 你要不要發心 取決於 一百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嫌你 我就不要做了 那你要不要造善業取決於別人身上 對不對 你要不要發心 你要不要修行 取決於別人讓不讓你修行 那你這樣 你這樣有可能修行嗎 你不可能修行嘛 對不對 你要不要修福報 取決於別人讓不讓你修福報 你要不要起煩惱 取決於別人讓不讓你起煩惱 你要不要受苦 取決於 你看在家裡也一樣 兒子怎麼想 媳婦怎麼想 孫子怎麼樣 親戚朋友怎麼樣 一個人不如你的意 你就要受苦 不可能都如你的意 你看 昨天我們講 屁捨穴 一個孫子死掉了 他就很苦 他去找佛 佛跟他講 你的孫子如果像捨未成那麼多 他孫子有幾百個啊 一個人死掉就苦 你都死不死要苦 對不對 死是無常啊 是正常的啊 你知道有生有死 他正出國的都還這樣喔 但是我們沒有正出國 我沒有正出國 他都會苦 我們怎麼不苦 你要先覺察 你看他過去也是這樣修的啦 增長智慧 增長善根 那麼慢慢慢慢他就 一下子他就能通 那麼如果你不這樣學習 你就會苦很久 你都不能通 他過去也是這樣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學習控制 後來 後來 境界一來 他馬上就能通 所以你看 那個木頭如果濕的 你用火烤 要烤很久 他才會難找 烤到那個木頭 沒有濕了 他才會找火 那麼如果木頭一直保持乾的 沒有很濕 那麼就怎麼樣 一點火他就怎麼樣 他就很容易就起火了 那我們的智慧也是這樣 那麼如果你的煩惱 持續太太久 煩惱持續太久的時候 那麼一下子那個智慧 不容易起作用啊 那個火就算很大 起不了作用啊 所以你要常常 常常那個煩惱水不會一直 一直那麼多 所以一有煩惱的時候 你覺察控制 不讓它擴大 不讓它長時間的淨論 那麼我告訴你 不久之後 你一聽到佛法 你馬上就能夠起作用 那這個很重要 今天我們來這裡 聽一聽回去 肯定會有境界 我告訴你 會有種種的境界 那境界來的時候 你趕快把這個記抄起來 把它背起來 那主要主要是這兩個 這兩個記背起來就好了 受至於他者皆為苦 一切自主則為樂 背這兩個就好了 受至於他就受苦 受至於他則為苦 一切自主則為樂 好一起煩惱了 回去 媳婦怎麼樣 兒子怎麼樣 先生怎麼樣 太太怎麼樣 隔壁鄰居怎麼樣 你就受至於他 我現在又受至於他了 責為樂 那你不要受苦 你就要不要受至於他 不要把 不要把 煩不煩惱 苦不苦的權力 決定權 放在別人身上 你的鑰匙 你的鑰匙 交給別人 你要進家門 要等那個人回來 他沒有回來 進不了家 就要外面吹風 你要自己拿著鑰匙 隨時都可以打開門 佛法的鑰匙在你身上 解決煩惱的鑰匙在你身上 不受苦的鑰匙在你身上 你隨時要握緊這個鑰匙 鑰匙就是這兩句話 那你要好好 那個是智慧的鑰匙 打開你心所的鑰匙 那你看 屁捨絕夫人 佛陀跟他講了之後 他馬上 馬上就沒有承認心了 這個就是厲害 這個因為他過去常常這樣修學 那麼你看他孫子死掉了 佛陀跟他講了之後 因為有愛求有苦 你太執著了 你沒有看到世間無常的 他馬上就知道 就知道了 他就不再苦了 不再執著了 那我們當然沒那麼厲害 我們還是會執著 當然是我們還是會苦 但是苦會減少 苦只要減少就表示起作用 苦只要減少就表示起作用 那你要讓他常常這樣 以後就會馬上起作用 真的 你相信我 主要是不是相信我 是相信佛說的 那我是講佛說的 那佛說的 那我實際上也這樣做 我也察覺到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你之所以相信佛 不是因為大家都說佛好 不是 而是你遵照佛說的話之後 你發現到 佛說的真的是這樣 真的有道理 而且我真的這樣做 真的有這種作用 你就越來越相信 你的信不是來自於養性 因為佛是最尊貴的 因為你也不知道佛到底好在哪裡 佛之所以尊貴是因為他覺悟到真理 他告訴我們真 覺悟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之所以不覺悟是因為我們常常在煩惱之中 在無明之中 你現在把這個程度減輕了 你也是有霧 但是霧沒有那麼重 稍微撥開一下你就看得清楚 霧太重了 你一直在霧中行走 不行 你會撞到槍 你會跌落水過 你會掉進山谷 現在你有智慧 有兩個眼睛 佛陀說有蝦子 看不見的人 有一個眼睛 有兩個眼睛的 那麼兩個眼睛的就是什麼 你知道 你知道離苦的方法 知道解決的方法 知道世間真見 知道出世間真見 知道怎麼解決自己的煩惱 知道自己的苦從哪裡生出來 那沒有眼睛的人就是完全不知道 隨著煩惱 就是你受制於人啊 受制於煩惱啊 一個眼睛的人就是知道 知道修福報 但不知道怎麼解決自己的痛苦 那我們很多佛弟子都是 知道要修福報 是一個眼睛 但是 當然是 修福報 常常因為煩惱就不修了 很簡單啊 真的啊 知道要發心 常常因為煩惱起來了 就不發心了 你也發心 我也發心 但是 你跟我的因緣不好 後來就 你也不發心 我也不發心 真的是這樣子啊 也發心啊 發惡心啊 發煩惱心啊 本來是發菩提心啊 對不對 很常見的啊 我們要好好把這些道理想清楚 我告訴你 你只要 你只要有這樣做 三年就好 你就會發現 別人增長不增長不知道 但是確實 我的煩惱變少 我的智慧變增加 我的福報 我對佛法的信心 越來越增加了 你只要照這個方法 如果沒有 你就是天天念佛 天天敲木魚 木魚敲到爛掉了 膝蓋敗到都斷掉了 我告訴你 喉嚨喊到啞掉了 我告訴你 你煩惱還是煩惱 苦還是苦 真的 這個時候你知道的時候 你再去拜佛 你看見的佛不一樣 你在念佛 你念的佛不一樣 真的 你那種念出來 你會從內心上覺得 你念的佛 跟別人念的佛不一樣 你拜的佛 跟別人拜的佛不一樣 你自己知道 我們再往底下看 就是皆應難抄襲福故 都不知道 因為一般的人沒辦法超越 因為其實大家也不知道 也沒有人講 真的 大家都說 你好有誦經 好拜佛 好有念佛 罪就自然消 罪沒有這樣自然消的 福報就自然增長 福報沒有自然增長的 要有因有緣世間疾嘛 有因有緣世間滅嘛 有因有緣世間滅嘛 所以你看喔 它基本上就是境界嘛 你看我們 緣起 我們從這個地方來講 稍微再講一下 還有十幾分鐘 我們還要講那個 帕瑟的八大願 沒關係 這個我們很重要 我們先把它講 無名 你看喔 它一樣的 緣起 緣起也在講這件事喔 你要不要受制於人 要不要在境界上起煩惱 是你決定為名行 是 明色 六路 處 受 怎麼用 我們告訴大家 處受愛 取 有 生 老死 憂悲 老苦 最終就是苦啦 所以叫做純大苦運聚 就是苦 好 那你看喔 大家一開始都一樣 都是帶著無名跟業 或是無名跟愛 也可以叫業也可以叫愛 都沒關係 就是大家來都是一樣 這個是五運聚 這個是五運聚 我們出生來 大家都一樣 都是因為什麼 一夜來 一夜輪迴的 無名貪愛 而有眾生 感到這個有事之身 無名所附愛 無名所附愛 皆所欣 得此有事之身 無運聚 有事之身 你看喔 大家都一樣 你也一樣 我也一樣 我來這個世間 跟你來這個世間 都是一夜來的 當然有些人是成員來的 那就另當別論 他基本上凡夫都一樣 都是有無名跟貪貪 凡夫 叫做巨夫凡夫 都是一樣 一開始都一樣 好 那麼感到這個有事之身 也一樣 你的身體結構 跟我的身體結構一樣 都一樣 他人一夜報 眼睛不好 眼睛看不到 耳朵睛不好 那個是另外講 那一般都一樣 也一樣是有事之身 那麼 這裡有六路 那麼眼耳鼻舌生意 大家也一樣 眼耳鼻舌生意 那麼 內六路 這個是外六路 眼耳鼻舌人意 看到的射身香味觸法 也一樣 你看到我 他看到我是一樣的 我看到這個桌子 跟你看到的桌子 也是一樣的 你罵我 我知道你罵我 他罵我 我也知道他罵我 那麼我罵你 你也知道 也一樣 也一樣 我罵你的時候 你知道被罵 你罵我的時候 我也知道被罵 那你罵他的時候 我也知道你在罵他 就一樣 進階上一樣 六根桿結到六成 的狀況也一樣 不會說 因為同類的 同業的 不會說 比如說我們 文件大便是錯的 那個蚊子 蚊子跟蒼蠅 看見大便是香的 所以他們會在那裡 生小孩 他們會喜歡在那裡 就不一樣 但是我們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 嚴格彼此的生理 對面相會處 而境界也是一樣的 感知的也是一樣 那麼因為 跟成是合而生處 會起心理反應 也一樣 也一樣 會起心理反應也一樣 你罵 你叫罵佛 佛也知道 有一個外道去罵佛 佛也知道那個外道在罵他 他也聽到 他也知道那個外道在罵他 他也知道啊 他也會起心理反應 你在罵我 處也一樣 處心理反應也 那麼受想失 有受 有想 有失 他也一樣 但是愛跟取就不一樣 執著不執著 煩惱不煩惱就不一樣 就在這裡取差別 那麼你煩惱 這個就是無名貪愛 那麼你延續 你延續過去的煩惱延續 因為禁戒 這個就是禁戒嘛 這個就是禁戒嘛 人事物嘛 這個色身相貴處啊 可以是人事物 因為這個禁戒 比如說罵你 比如說給你不好的臉色 比如說欺負你 那麼你開始直取啊 而且你沒有正當的方法去消除 那麼他就會加重 有你過去的無名跟愛 你過去的無名 你就是你過去的煩惱 在現在的禁戒裡面增長 你沒有察覺 他就一直增長 一直增長 一直增長 那你察覺了 你察覺了 你有訣啦 那麼 所以你在六根上訣啦 你這個true 所以這個true有什麼 從這裡 從這裡 心所不一樣 是因為你名相應 所以叫做名相應跟無名相應嘛 你看喔 這個true true都是有true 但是 但是 無名跟業都是有 但是 在面對禁戒的時候 你跟名相應 還是跟無名相應 所以在這裡凡夫就 名 名相應跟無名相應處 不一樣了 但是true都是true喔 名相應 就是 就是佛弟子 名相應 或是聖者 那凡夫 外道 是無名相應 無名相應 就是 你是帶著煩惱來的 這個境界又讓你在煩惱上 再增加煩惱 那麼你是帶著煩惱來的 這個煩惱境界 讓你知道 你要控制煩惱 你要斷除煩惱 從這裡開始不一樣 從這裡開始不一樣 所以 你是佛弟子 你信佛 不信苦 不是苦行外道 所以你要用名相應 就是你要覺察煩惱 我不要受制於人 我要自己做決定 我淪為不淪為 我要自己決定 我煩惱不煩惱 我自己決定 我造業不造業 我自己決定 我不要由別人來決定 我要造善約 還是造惡約 你讚嘆我 我就多發心一點 你數落我 我不發心了 我就不造善約了 我造善約 不造善約 是別人決定的 今天這個人決定 我要造善約 那個人決定 我要造惡約 這個人決定讓我發心 那個人決定讓我不發心 那你沒辦法 你永遠是 你永遠是外道 永遠是凡夫 你做 你就是從迦瑟佛做到 做多歸一受戒 做佛弟子 做到彌勒佛 你也是外道凡夫 你也是苦行外道 一直在受苦 能不能離苦 苦行外道就是 一直在受苦 而不能離苦 我們現在不是 佛法就是離苦的方法 苦是有業 業是有煩惱 所以佛法是降服煩惱的方法 斷除煩惱的方法 決定權在你身上 不在別人身上 所以你看 冥相應處之後 處受都是有的 但是 他因為冥相應 所以他就不會愛娶 不會再愛娶 不會愛娶就不會有苦 不會有業 那我們沒辦法 都不愛娶 但是沒有那麼執著 馬上 馬上 就覺察 不會一直都在無名當中 無名之後 不久就明 為什麼 因為你不斷在覺察 你保持 因為你 因為你常常 就叫受慈嘛 你把佛法一直意念著 一有事情就 就意此佛法 用佛法來理解 那麼馬上就能夠轉過來了 一下子轉不過來沒關係 今天也許要想三天 才能夠平復 下一次可能就想兩天 再下一次想一天 再下一次想三個小時就好 再下一次一個小時就好 再下一次馬上想馬上好 再下一次根本就不用想就會好 真的 他就是這樣 你好好想這件事我告訴你 你今生就算沒解脫 你未來一定可以得解脫 何況你如果 有一個人過去善跟不一樣 可能今生就可以證過 真的 大家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啊 你要這樣做 你就會漸漸 越來越 你當你對佛法有信心的時候 你開始 不斷地去實踐 你就會對自己很有信心 對自己的未來很有信心 真的 看起來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信心啊 有沒有信心 有 給自己鼓掌 真的 那麼大家 你好好把這些話想進去 這個都是佛頭講的喔 這個都是佛頭講的 好 好 我們還有幾分鐘 要趕快講一下 畢舍穴的八大院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說多講了一點 受至於他者則為苦 一切自主則為樂 背這兩句就好 進界來的時候 馬上背起來用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發現到 別人在煩惱 我不煩惱 別人因為煩惱而受苦 我不受苦 那麼就算我受苦 我沒有他那麼苦 就算我煩惱 我沒有他那麼煩惱 因為我不跟他相應 我要跟佛相應 我要跟明相應 就是跟佛相應 我不跟外道相應 我不跟凡夫相應 我聽佛的話 我不聽外道的話 不聽凡夫的話 凡夫的話知道就好了 凡夫就是講煩惱話 佛就是講除煩惱的話 不起煩惱的話 那你既然要學佛 我們都說是學佛 都是三保弟子 都是歸於佛 其實大部分是歸於煩惱 歸於凡夫 歸於外道 為什麼 人家講一句話 好過佛講一大篇 佛講一大篇 一句話也沒記住 人家講一句話 三年都不會忘記 天天在想 你看是不是這樣 那你是歸於佛還是歸於凡夫 是歸於佛還是歸於外道 你想想 好好想 我是三保弟子 我歸於佛 聽佛的話 記子記佛的話 想子想佛的話 做子做佛教我們的方法 你能不能解脫 可以 保證可以解脫 佛保證的 有因有緣世間幾啊 是不是 是啊 有因有緣世間滅啊 因緣在血身上 在你自己身上 真的 我會不會講得太激動 不會 八大院還沒講 時間到了沒關係 下次再來講 明天 其實因為我們一直都有境界 其實我也有啊 你認為我沒有境界 有啊 都好的境界嗎 沒有 但是你就是要調我 不管好境界不好的境界 到你這裡來 只有佛的境界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到跟佛一樣 但至少 至少從一分兩分三分 至少我們要有一點像嘛 對不對 就算不像 也要輪廓有一點像嘛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慢慢慢慢慢慢 輪廓分明 越來越像佛 因為什麼 越來越有絕照能力 佛就是念念絕而已嘛 佛就是每一念都是絕照的 我們沒辦法 但至少 也不要每一念都不絕嘛 對不對 那你只要 你只要 你只要 就算我們念佛 盡量讓他沒有妄想 沒有妄想就是一心不亂嘛 當然是你也沒辦法做到啊 但是想辦法做到 漸漸訓練 訓練到一心不亂 十句不亂 百句不亂 千句不亂 一小時不亂 一天不亂 兩天不亂 七天都不亂 也是這樣嘛 那我們如果可以慢慢也是這樣訓練 因為我常常在覺察當中 絕照 不是沒有煩惱 而是有煩惱的時候可以絕照有煩惱 沒有煩惱的時候也知道沒有煩惱 這個阿涵經在說什麼 有貪之有貪 無貪之無貪 其實就是這樣訓練啊 正念正知就能夠得正覺 訓練來的 好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吧 老師 聽說那個 有一個親屬那個福人堂的少民 然後是說怎麼在念佛當中 就會這樣子走的 是不是 我是不知道 聽說是 他也蠻殊聖的 他那個個性蠻條樓的 非常好 但是我是不知道他怎麼走的 因為我不在旁邊嘛 他是說在也是很好走 就睡夢中就走了 中午睡一睡 然後念佛中就走 我不知道啦 但是他平常也是 他不太有煩惱 煩惱不重 就是他那種內心比較調樓 煩惱重就是不調樓 叫做剛強 那麼能夠調腐的就不剛強 都柔軟了 先要心柔軟才能生柔軟 其實是這樣的 心柔軟就是對煩惱反應沒有那麼過度 那麼生就會柔軟了 但是生病也不會起煩惱 其實是這樣 好 因為時間到 我們就大概先講到這裡就好 有沒有要問的可以啊 有問要問的嗎 大家有沒有問題要請教法師的 天上天下為我服尊 那我自己可以做主 我上天和下地以我為做主 對啊對啊都自己做主啊 都是自己做主 你要去哪裡都是自己做主啊 那麼佛只是告訴你方法 告訴你那個技巧的方法 那麼其實這個是蠻重要的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學佛那麼久 我們有時候一直不知道到底要怎麼修行啊 真的 到底要怎麼修行 然後我們就是有時候 我們哪是會覺得說 我都這麼用功了 但是 我覺得也是這樣啊 那只能等待 等到死的時候見到阿彌陀佛 這樣不行 就是你過一天 你就知道自己看著自己向上啊 看著自己在進步 那你可以發現到這些事 那你才會有信心啊 你絕對不要啊 就是我們說 我們剛才說要背 背著哪兩句 有沒有背起來 背來看看 受至於他 則為苦 一切自主 則為樂 這兩句就好了 背起來真的要背起來 經界來的時候你就這樣想 受至於他 我現在也沒有受至於他 我現在自己能不能做得了主 那我告訴你 所有的煩惱 就算不能馬上消除 也會漸漸消除 真的 因為你不隨他 你不會擴大嘛 你不會把煩惱擴大 沒有把煩惱擴大就是控制 然後漸漸智慧增長了 就能夠調伏 調伏到一個階段 就能夠斷除 真的是這樣 好我們先 就講到這裡 大家 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就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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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